3月30號2016年 今天外面的可以看到樹已經有點在發芽了 今天繼續來講稅法 稅法大家都喜歡知道說怎麼樣去結稅 你假如不想要繳稅的話 你就是不要賺錢 所以繳稅其實只是你因為有賺到錢 所以一部一小部分拿來繳稅 所以任何結稅都是鼓勵你賺錢 假如你說我就是不想賺錢 那這個稅法就是失敗 因為稅法還是要鼓勵大家多賺錢 然後多繳一點稅 反正你只是一小部分拿來繳稅 並不是說你通通要來繳稅 所以你只要 像有錢人他們的投資 都是在房地產啊 或公司 各種投資 他們盡量現金少一點 那現金少 才能夠去賺錢 但是你只要現金多的話可以省稅 所以 投資賺錢跟省稅兩個是有點互相衝突 所以你還是盡量往投資方向去衝 賺到錢然後一部分來繳稅 我們為什麼要拿綠卡 拿綠卡是因為我們住在美國工作生活會比較方便 假如你沒有住在美國或是在美國不會有工作的話 我是覺得拿綠卡是沒有必要 那到底住台灣比較好還是住美國比較好 那就看你有沒有錢 因為有錢人的話你住哪裡都很好 你沒錢的人你住哪裡都不會很舒服 所以住哪邊是看你有沒有錢 那你就說那我就要工作 所以住台灣或是住美國哪邊好 其實是看你哪邊有工作 你只要在台灣有工作你就住台灣 你只要在美國可以找到工作 那你就住美國 那住哪邊你就哪邊繳稅 然後要比較優缺點的話 美國的缺點就是 槍支泛濫 為什麼他們都不管是槍支 因為美國從200多年立國以來 他們槍支都沒有管制 你看那個電影 那個牛仔店 那個紅人 那個EDM人 跟牛仔警長 他們都有槍互相這樣殺來殺去 所以他們從古早就沒有管制槍支 一直到現在就也沒有辦法管制 你要管制槍支的話 那些人就說 那我們好人的槍都被你收去 那壞人的槍他不會被收走的 所以你管制槍支變成我們好人 沒有槍來保護我們自己 那住台灣的缺點是 台灣有那個藍綠二鬥 國民黨就是來背一段 我中華民族雄居東亞 以四萬萬和平優秀之民族 聚居於1100餘萬平方公里之土地 富居有光榮之歷史 此期間先盛先賢 慘淡經營故以利盡 賢主兼新土 至今以後 由來我中勇軍人努力維持之 乃克使我國家民族日益發揚光大 願我前提將是死刑死勇 亦心亦德 發揮民族固有之德性 砥力獻身尋國之精神 時時為救國而犧牲 念念為救國之準備 如何而後可以保佑我 祖先留下來之廣大土地 如何而後可以保佑我 綿延繁衍生生不息之後代子孫 如何而後可以保佑我 獨立自主之國權 凡此皆我全體將是 無可旁貸之職責也 民進黨 你們國民黨 黨國不分 什麼三民主義無黨所宗 你說這無黨所宗 不是你們國民黨 不可能是我們民進黨 如果是這樣我就跟你亂唱 三民主堂 豬腳路軟 已經民國 已經打通 煮耳朵是非常好吃 這就歌唱了 要吃八八啊 這邊就國民黨的 教戰總則 國民革命軍以實行三民主義 捍衛中華民國之獨立自由平等 以維護世界之和平為目的 凡有阻礙我 主義之實行 以妨礙我 以妨礙 侵害我領土主權者 必當權力掃除而擴進之 以完成革命軍人之神聖使命 你們進黨 我們台灣全世界 戒嚴戒痛苦 你現在說你要 戒毒肥 戒毒 戒毒 戒嚴 但是 要現在要國安法 這禁備總部要繼續 你就換湯沒有換油 創傷換什麼油 國民黨 你劃清潔 做事都王爺 你要知道 戒嚴戒的雞肢賣賣 戒刀的新聞賣賣 所以住兩邊住台灣美國都各有優缺點 就看你在哪邊你有工作你就乖乖地住哪裡 大家喜歡問我稅法問題 一個就是說問那個怎麼樣去結稅 那怎麼樣去結稅 一個 重點就是說其實沒有真正結稅的東西 結稅只是讓你把今年的稅拿到明年 來繳 所以能夠讓你延後一年 這樣就是一個很好的結稅手段 其他你只要用非法的 那非法那不能講 就是犯法 你會被法前或是抓去關啊 所以真正合法的結稅呢 只有就是說 延後一下 今年的稅額 讓這些賺錢行為不要發生 那現在已經年底了 再隔一年就可以往後拖一年 這樣就是已經很好了 那美國他有遺產稅 那最好省遺產稅的方式呢 就是你每年鎮餘 有一萬四千塊的免費 鎮餘的 就是免稅 鎮餘稅跟遺產稅是合在一起的 這件稅其實是很難查進 所以一般你假如沒有你的總財產 現在美國是遺產稅 就543M 這個是免稅 那個 S.Tech Tax 遺產稅 免稅的 赠予税跟遺产税是合在一起的 赠予税是很难去查气的 我钱在银行我要怎么样转来转去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所以你假如你的总财产没有超过这一年的话 你是不用考虑到赠予税的问题 因为假如没有赠予税的话 遺产税就刻不到 遺产税 所以你总财产没有超过的话 其实你就不用烦恼说 你要不要报那个赠予税 所以那个大老板或是你有钱 你有超过这个钱的话 你就是要好好规划 你就是要报那个赠予税 因为赠予税你报的话 就可以减少你的遺产税 那一般人你没有这么多钱 你没有遺产税问题的话 你其实也是不用烦恼说 你有赠予税的问题 因为一般会来问我税房问题都是小咖的 你假如是大咖的话你不会来问我 因为大咖你会有那个铸业的会计师团队 帮你那个做会计 帮你做各种结税的规划 所以来问我问题呢 你都是小咖的 那小咖的话 你没有遺产税问题的人 也不会有赠予税的问题 另外一个很好来美国一个赚钱 结税的方法就是买房子 因为买房子你假如在卖之前的 前五年你住门两年的话 你会有一百二十五 你会有二十五万 你会有二十五万的免税额度 那小夫妻的话你就会有五十万 所以你每两年你住一个房子 住满两年你把它卖掉 你赚了钱 两年不可能有赚到这么多的钱 所以你每两年你卖个房子 你都是不用缴税的 你赚到的钱都是不用缴税 买房子不一定要有身份 你只要没有Social Security Number 或是没有利卡 你都是可以买房子 那另外一个就是车子 因为美国就是两个东西 你要坐在这边换 你要有车子 因为他们的大众运输系统不发达 就是要开车 开车到处都有停车位 像台湾尤其在台北 有一辆车我觉得是一个麻烦 因为你根本没地方停车 那美国停车位到处都很多 所以有车子还是很方便 买车子的话不能减税 除非你自己做生意 然后这个车子 除非你跟做生意有关 像譬如说你是一个realtor 像你买房子你就要上realtor买 就房地产经纪人 你要买房子 要透过realtor 他们会帮你看房子 然后帮你介绍买房子 那台湾的realtor都是骑摩托车 骑摩托车 骑摩托车站你去看房子 你就觉得无误 受到很高级的理育 你就想要买房子 这样也是代表说realtor 我们realtor是一个很成功 我事业座很大 所以我很成功赚很赚钱 所以一来表示我自己的身份 二来表示对于我客人的礼遇 也比较更容易卖到房子 赚到钱 那你假如是realtor的话 你买这很高级车 你就想要买房子 我自己设一个公司 然后我就是把这个车子 来载客人去看房子 我就把它扣掉 那可以捡你的税 因为他做生意有需要 一般人我开车子上班 上下班的话 这种就不能够用车子来抵税 所以车子是代表你的身份 所以有人说我们男人很喜欢车子 我说其实是女人比较喜欢车子 女人喜欢自己的东西很多 女人喜欢珠宝 喜欢漂亮的衣服 喜欢名牌包 喜欢高级的鞋子 然后我们男人车子其实是 我们男人其实只爱一个东西 就是爱女人 然后我们男人天生是hunter 我们是猎人 然后车子很好 其实是我们的bait 就是诱饵 女人会来爱这个车 要很喜欢这个车子 然后你就可以跟这个女生来交往 这是我的理论啦 所以车子你是 除非你 你是在做生意 你可以抵 可以抵掉 来抵税 但是你假如这车子 把它卖掉的话 那个钱你就要缴税 因为那个钱 已经 那个车子的钱已经把它扣掉了 所以一般人 你的车子 你没有做生意 只是上班族 你的车子 你卖掉的话 你要不要缴税 是不用 因为你这个车子 从来没有扣任何东西 所以你卖车子 其实你是赔钱卖 比如说你一个车子 你三万块卖 买到你五千块卖掉 你赔了两万五千块 你赔钱 所以 一般人 你卖旧车的话 是 都不用缴税 因为你是赔钱 就是 一样是garage sale 有些人garage sale 那我garage sale的钱 要不要缴税 也是不用 因为你那个锅子 你可能是十块钱 买到一个锅子 或一个碗 或是一件衣服 你 五十块买到一件衣服 结果你 一块钱就卖掉 你是赔钱卖 赔钱卖的钱 所以就不用缴税 所以大概今天就是讲到这边